好,现在我们来教导设定登记员可以登记的功耗权限范围 进来,先按Menu 然后它会跳管理者确认 这时候由管理者输入他的指纹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管理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项员工管理 然后进来以后,然后我们将游标移到登记员的地方 然后按OK进去以后 第一步,我们先输入该名登记员的功耗 输入完毕以后,再移到一致确定,然后按OK 然后接下来就是登记该名登记员可以设定的功耗范围的头跟尾 这样输入完毕以后,然后再移到确定 然后这样子就OK设定完成 再看这个视频 那么一样 就会得到 我们下期见 好 如果我们下期见